3月19号下午 正在路面巡逻的渠州 巡特警大队民警徐立刚 接到指令 有一名男子溺水了 徐立刚立即和队员赶了过去 您看危急时刻 特警徐立刚是纵身一跃 将男子救起 救上来以后 徐立刚和队员们也是合力 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好在持续按压 两三分钟后 男子是恢复了意识 生命成可归 不要因为意识冲动 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